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平常會使用的這款美胸霜 那它的瓶身是長這個樣子 超級漂亮的玫瑰色 裡面它的質地是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乳液的一種質地 那通常美胸霜啊我都會在洗澡後 因為洗澡後就是你可能會先就是用 像我們這樣生過小孩的人 就是會可能用個蓮蓬頭去沖一下 讓它可能不要再繼續的下垂啊 或者是它能夠就是透過蓮蓬頭在沖它的時候有刺激 它讓它可能可以再看能不能再發育 但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很難拿 對那美胸霜它其實主要的功能我覺得不是在於讓它變大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就是體質不同 所以不可能說你要透過美胸霜 或者是透過你自己平時的按摩 我就會會大好幾個Cup 這我覺得真的是太難了 那可是我覺得我們能做的呢 就是顧好它的形狀 然後繼續的就是讓它保有光澤 讓它的膠原蛋白不要再繼續流失掉 然後讓它就是讓肌膚去滋潤啊保濕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去忽略掉說 就會覺得說完蛋了自己的奶那麼小那怎麼辦 那小奶我覺得形狀反而就是最重要的 你奶小沒關係 可是你至少不能讓它的形狀是而跑掉的 對那我現在來教大家就是我平常呢怎麼使用這款美胸霜 好我現在已經是打開了 那它裡面的狀態是長這個樣子 看不太出來嗎 對它其實它的質地是很像乳液的 然後它的顏色是屬於有點乳色性 乳色 可是它有點偏黃一點點 那它的香味其實很香 我個人是非常的喜歡 對那我通常呢就是 通常這邊都會去沾到那不要浪費 上面這張 上面還是會有 那就是先把它弄起來抹在手上 我會讓它塗熱之後 因為通常洗完澡嘛 就讓它這樣塗熱之後 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推 那可能可以數個四個八拍 之後呢 把外面這些肉去撥到裡面去 那就是其實有些人啊 我覺得是可以連手臂這邊喔 一起這樣把肉推上來 因為其實像我這樣隨便一推 其實都會有肉是在這邊的 對那其實我們平常的話 其實好像比較不會去 知道說要推手臂這塊肉 還有啊 背後這邊的肉也很重要 不然其實這邊會多一坨 就是很難看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我們過多的脂肪呢 就是把它能摩 就盡量把它推到就是 我們該大的地方嘛 不要讓就是 該瘦的地方 然後看起來就是種種肥肥的 然後該打的地方都不大 對 那其實就是這樣 可能四個八拍這樣推完啊 按完之後 我自己的話可能會再用關節 用畫圓的方式 去刺激它的那個穴道 然後就是讓它可能看能不能就是 嗯就是至少讓它的那個 血液循環是通順的 然後比較是堵塞的 對那兩邊的部分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其實這樣每天 一個小小的花一點小小時間 做一個很基礎的保養 其實就是還蠻值得的 那這款寵愛媚或美胸霜 就推薦給大家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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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